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關志斌 接下來會有幾集documentary 其實就是想記錄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現在開始就會跟著我的排練 跟著我的工作去拍攝一些花絮 一直一直一直 直到9月14日 我踏上去紅棍這一刻 中間所有的點點滴滴 我就會在這幾集的documentary 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我後來之後發過一段的 的聲明 大家其實看到的 當時我就是在泰國布吉 一間很漂亮的Villa裡面 其實公司特地安排給我們 重溫19年前拍拉拉世界時候的經歷 受了冬天的 你當時有生氣嗎 當時就… 當然有生氣 其實失望多一點 覺得這麼多年兄弟 這就是有道具給大家 是有種事情 總載可以在 beginnings 都可以一起思考 ische 時間 都可以一切 和我 我覺得 我覺得我是這個 haciendo 這一個可以依靠的人 後來他再打 dell 他打到我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沒有生氣的 但我只是想幫她解決她當前的困境 其實那一天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我拍檔離開之後 當時真的有點神不守舍 當時我知道這個消息應該沒有半小時 我好像就要去拍這條片段 當我拍完這條片段 我當時還未糾正有什麼狀況 但我覺得既然我們已經去了布吉 我們公司也花了很多錢去拍攝 我聽黃阿姐說她心痛 她也怕很多片段用不了 於是那天早上 叫我補拍很多片段 其中一條就是 再重新一次我自己一個人版本的 home tour 去再拍攝一次 這次其中的片段就送給大家看 做什麼啊 你在這裏 我起了啦 我起了身了 嘩 這麼大的人還懶貝貝寒睡 在這裏弄屈了 怎麼了 做什麼 晨早就鬧了 起床吧 我昨天很晚睡了 不是啊 因為這間屋太美了 沒有拍過這間屋 現在是 home tour 現在是 home tour 現在是 home tour 我們來到布吉那裏 很開心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我自己的廁所 很多內褲掛在這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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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他們真的很喜歡這隻冤枉虹 你知道嗎 去到哪裏都要帶著它 那你先睡一會 不要這麼早吃 抹眼屎 抹眼屎 來來來 今天很好天 我們來了這麼多天 好像今天最好天 這裡就是我們那個 交際廳 平日我們吃完飯 晚上就會 很舒服 就這樣坐在那裡 喝啤酒 這樣 然後這裡就是 我們的飯廳 我覺得這裡最棒 就是它有幾個廚師 他們煮得很好吃 基本上不用外出吃 這裡最厲害就是 有電梯 好 進來 地方淺窄 我在想 如果我自己家屋會有一個電梯 會怎樣 很漂亮 你試想像一下 有一個身材不錯的男生 在這樣游泳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真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還有第二個人選嗎 覺得可以 哈哈 那當然是小弟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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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呢 來到我們整間屋的最中心的地方 最美的地方 就是這個泳池 搞定了 好嗎 可以回去睡嗎 喂 又說你有 好身材男生 要不要跳到游泳池 你喜歡 那時候方力生有教過我去 那些飛魚插水 是這樣子的 那時候滑水的時候 師傅 救我 你試試 很多水花 咳 咳 我不和你們瘋了 我洗澡睡 昨天搞了這麼晚 哇 那另外也都有一些片段 就是 那天我記得應該是我們拍攝的 最後兩天 基本上要拍攝的東西 大部分都已經拍攝完了 那不過大家 也都拍了我 每天 會去平常做的東西 就是 我會做運動 雖然那天都有一些 有些不在狀態 但是因為我經常覺得 無論我經常開心與好 不開心也好 我都會繼續去 做回每天我應該要做的東西 要不然我又會覺得 浪費了一天 來的目標又會軟了 一些這樣的感覺 有過地 乘出牆 我仍然妄想 有過地 我仍然妄想 呼喊 舊香亮 或者再到台上 我以前以為我做不到的東西 而且當你每次很辛苦的時候 我以前是會想放棄 現在是沒有想過的放棄 我現在只會想 我一定會做 我一定會做 那我覺得 當我練完這個program 出現之後 我發覺我將我這套東西 擺放進去 我做每件事都會想 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 試到最適合自己 不會說 好像以前那樣 就覺得自己有限 很快就會覺得自己到了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極限一定是多於我想的那個 接下來將會有更多的片段 就是關於我怎樣走上這個紅棚之路 想看更多的片段的話 記得繼續留意我的YouTube頻道 告訴我 我記得 我可以分享